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5号美国国务院批准了售台军事项目 金额约7.5亿美元 台湾媒体报道称 这是自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首度宣布对台军售 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新闻稿称 美国务院已经批准将售台40门A109A6自行火炮 20辆M992A2系列野战炮兵弹药补给车 以及一套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等 总额约7.5亿美元 该新闻稿声称 这项拟议的军售将使台湾军队持续现代化 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 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 5号 针对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 外交部表示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更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产疫苗争议持续 4号有台湾媒体发文质疑 民进党当局搞黑箱疫苗 所谓公开透明彻底沦为口号 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 台湾媒体人赵绍康 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对民进党当局 强推台产疫苗的举动 进行了猛烈抨击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日前台湾卫生福利部门 公布台产疫苗 获取紧急使用授权会议记录 但该记录表明 出席专家共21人 除主席不参与投票外 通过3人 有条件通过15人 不见在意1人 不通过1人 其中多位专家质疑 高端疫苗对德尔塔 变种病毒的保护力 有至少10位专家也认为 高端应进一步说明 第三期临床试验计划 这显示专家也注意到 台产疫苗现在取得 紧急使用授权是有问题的 4号前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地状 申请停止执行 台产疫苗紧急用户许可证 郝龙斌表示 如果他仍是县市行政长官 一定要求他的卫生局长 拒绝配合施打台产疫苗 并且呼吁 所有县市长官也这么做 对高端疫苗的保护力 甚至高端疫苗的制作程序 它都有一些质疑 可是卫福部强行通过EUA 给予高端紧急授权这件事情 把老百姓当白老鼠 台湾媒体人赵少康 4号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 台产疫苗第一没有保护力数据 第二在没有紧急使用授权的情况下 就量产送减 第三是没有通过国际认证的疫苗 完全是三无疫苗 民进党当局在接受民间捐赠的 其他品类疫苗之后 强调疫苗已经够了 却又在近期借着疫苗断档 让台产疫苗趁虚而入 对于台产疫苗快速闯关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表示 民进党当局的作为 一定会在老百姓心中 狠狠记上一笔 陈志忠有讲那个说 有记者问他 他就说你不打他别人要打 我跟你讲 执政不可以这么傲慢 为什么台湾人民 一定要逼大家去用那个高端 老百姓也不是傻瓜 大家也看得出来 有必要这样硬干到底 国民党主席选举 江启臣和朱立伦两人隔空叫火 四号朱立伦开始跑基层 表示国民党现在急需加强领导力 而江启臣则隔空回应 领导力是在党最艰困的时候 愿意勇敢承担 四号朱立伦展开下乡行程 第一站来到家乡桃园 拜访当地国民党集迷代表和在地里长 受到基层人士力挺 经过了这一次党主席选举之后 要有审核能力的战斗能力的 能够带领中国国民党 朱立伦提出 现在国民党急需加强领导力 我们到了今天 有太多太多需要改变的地方 最重要的国民党需要有领导力 我们绝对对于现状不会自满 更不会自我感觉良好 国民党一年内 我们的政党支持度 我们的政党认同度 必须要超越民进党 有国民党内人士认为 朱立伦过去从政经历完整 地方人外广 这些都会成为他竞选 国民党主席的优势 台湾媒体认为 朱立伦说国民党需要加强领导力 似乎亦有所指 江继琛这样回应 领导力是在党最艰困的时候 愿意勇敢承担 领导力是展现在困难的时候 以身作折 所有党公子人员的努力 跟付出 这些努力不应该因为党务选举 就被低估忽视 甚至扭曲抹黑 有媒体认为 这么说是在暗讽 朱立伦在国民党最挫败的时候 没有站出来 江启臣还拿出数据 表示这半年来 国民党的支持度 已经超过民进党 台湾TVBS评论 江启臣在国民党陷入低谷时 担任党主席 在任期间也尝试推动改革 并且让更多国民党年轻时代表达意见 但也正因此引发很大争议 日本防卫大臣口出谎言 军力扩张包围台湾 不断渲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 甚至称台湾的存亡 细于国际的关注 屡次插手台海议题 日本的图谋是什么 台海局势是否会变得更加复杂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日方向鼓噪国际社会 关注台湾存亡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 日前受访时声称 大陆的军力扩张正在包围台湾 国际社会应更加关注 台湾的存亡等等 日本屡次就台湾议题发生 有着怎样的图谋 台海局势是否会变得更加复杂 就这样一些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台湾政治大学的 兼任副教授赖岳谦先生 北京本台评论员张斌先生 欢迎二位 李洪好 张先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洪你好 台北的赖教授好 全球的原始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日本防卫大臣 又公开表态干涉中国内政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岸信夫日前在接受 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 不断渲染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 称中国大陆采取各种行动 来包围台湾 还妄称广泛的国际压力 对于防止台湾的未来 由军事对抗决定至关重要 并表示说 只有在国际社会要求的情况下 台湾海峡的和平才能得到保证 不过岸信夫也表明 日本并不打算 与台湾建立直接的军事关系 虽然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实力差距 逐年拉大 但他相信台北有自卫能力 对此有专家分析认为 日本三番五次在台湾问题上发声 除了替美国向台独势力 释放错误信号外 也企图通过此举 向中国大陆摇架 从把初云号护卫舰进行航母化改造等行动 到近期日本政客的涉台言论 日本企图在第一岛链谋求战略存在的政治野心 暴露无遗 暗信夫公开表态说 中国的军力正在包围台湾 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存亡 暗信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态 中国的内政问题跟日本有关系吗 日本防向暗信夫接受英国媒体的专访 他谈到了有关于台湾的状况 他说出一个事实 但是他的观念很明显地发生了偏差跟错误 他说出一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两岸的军力向中国大陆倾斜 这是一个事实 其实不只是两岸的军力向中国大陆倾斜 连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军力一比 也是向大陆倾斜 事实上两岸之间的军事对比 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状态 相差相当相当的悬殊 这个是公认的事实 换言之也就是说 大陆如果要用武力的方法 来作为统一的手段 早就有这个能力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不是大陆的优先的选项 也不是大陆他想要这样做的 可是您看到了 暗信乎最大的观念的偏差在哪里 在于两岸 大陆跟台湾都同属于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原则是联合国所公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安全理事会的常政理事国 所以两岸的问题是我们两岸之间内部要解决的 不是这些域外的国家 不是日本美国他们可以来说三道四的 但是为什么日本的这个方向 屡屡的要对台湾的问题说三道四呢 他最主要的 他是很担心很害怕 就是在安全上的不安全感 也就是他认为两岸一旦统一了 台湾海峡往北的宫谷海峡 往南的巴斯海峡 一定都在中国大陆的掌控的范围内 这个对日本的南方的安全 他就觉得他不保 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知道他本身对于台湾的问题 他就会常常说三道四 你很清楚的知道 还有一个他隐藏在里面的一个动机 就是他对于台湾在过去日本殖民下 他一直念念不忘 他一直有野心 因为他自己 他的哥哥 还有副首相麻生 就常常会讲到一些事 说台湾的有一些人 其实特别指的就是台独的 他们很怀念日本殖民台湾 您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知道 他们对于台湾这块 他们一直有野心 一直有企图心 安信夫还说 只有国际社会要求的情况下 台湾海峡的和平才能够有所保证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安信夫这样的表态 难道国际社会整体去干预中国的内政 才是日本想看到的吗 日本现在对华的政策 应该说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开始指手画脚的 甚至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这在以往是不曾出现过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应该说中日之间 不管是政治上的往来 还是经贸上的密切程度 都是非常高的 那么在中日关系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这也是中国跟其他国家交往的 一个核心原则 那日本以往在台湾问题上 是从来不触碰的 为什么 两个原因 一个他知道 这是中国的底线问题和核心问题 另外一个日本在二战时期 带给了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 无比深重的痛苦和灾难 那么在台湾殖民了50年 对台湾人民是有着这种 累累罪行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日本其实是在台湾问题上 非常谨慎的 但是我们看到 最近一两年来 日本的整体的态度 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公然要插手台湾问题 有人说是不是你又想 回到殖民时期 又想在当时 就是对台湾的情节 还没有完全消散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日本现在一个 就是他要追随着美国 共同来遏制大陆 那么美国既然在台海问题上 打台湾牌 日本也希望打台湾牌 这是做美国的 看门狗和马前卒 那么另一个 日本的考量是什么 就是本身 日本跟台湾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尤其民进党执政之后 他们这种一大批的亲日派 跟日本的这种政客之间的连结 包括跟日本的这种 相互的这种往来 是非常密切的 而在日本的国内 特别是他的这种政坛 他的国会 也有一批类似岸信夫这样的 我们叫所谓亲台派 或者叫友台派 这些人始终在为台湾发声 始终在为岛内的民进党执政当局 和台独势力在张目 在为他们推波助澜 所以这样一个岛内的 亲日的这些人 和日本的亲台的政客 双方相互勾结 那么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各自获得相应的利益 台湾 它相应的这种民进党执政当局 和台独势力 希望推行台独 对抗大陆 日本一方面 希望利用跟台湾那种亲善关系 也能对抗大陆 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打台湾牌 谋求自己利益 所以现在看到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整个态度 是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再来看 岸信夫在军事上的表态 他说 日本方面并不打算 跟台湾方面发展军事上的关系 虽然说 目前两岸军事实力 在不断地拉大 但是他相信台北有自卫的能力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是不是 如果说台海之间爆发军事冲突 那么日本方面是不会插手的 台湾只能自求多福 日本这样子一个大肆的渲染 大肆的动作 然后不断的 他知道他接受的是一个国际间知名的一个媒体 因此很多的国际理论都会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他在专访的时候就有意的要挑拨两岸的关系 他挑拨两岸的关系 创造出一种好像大陆要去攻打台湾这样一个氛围 然后使台湾的民众对大陆有更加的恶感 他目的就在于挑拨两岸 这个是意象很清楚 第二个 他在国际上就是故意的去抹黑中国大陆 好像中国大陆对于台湾是主动的采用军事的手段 这样的一种态度 您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倒果为因 主要的就是在要抹黑大陆 这个日本的意图很清楚了 就是挑拨两岸的关系 抹黑中国大陆在国际间的形象 但是日本他很想介入台湾的问题 可他又不敢介入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的军力远远不如中国大陆 不只是军力 他整个总和的国力 他的经济力 他的科技力都落后于中国大陆 所以他过去很想把美国拉进来 因此他曾经强调美日安保基于台湾 可是美国很清楚的看到说 不是这样子哦 所以美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 他就讲得很明白了 说对不起 我们是守一个中国原则 而且我们是帮助台湾自我防卫 而美日安保并没有急于台湾 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戳破了日本的谎言 也让日本想把美国拉进来的 这样的阴谋不能得逞 既然阴谋不能得逞 日本自己本身也不敢介入台海之间的军事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给台独壮胆 也就是说你台湾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你放心你可以去做 你可以继续去推台独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按信呼他的立场 也就是说我告诉台独 说你有能力的 你有自我防卫能力的 所以我不需要介入 但是我挑拨台湾的民众跟大陆之间的感情 我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大陆 那但是我告诉台独 说你还是可以这样做的 你还可以去努力的 因为你有足够的防卫的能力 你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动机 这样的一个心思是非常的不纯正 但是这个就是安信呼他的做法 他的所作所为 日本防卫大臣口出谎言 军力扩张包围台湾 不断渲染大陆对台军事威胁 甚至称台湾的存亡细于国际的关注 屡次插手台海议题 日本的图谋是什么 台海局势是否会变得更加复杂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日防向鼓噪国际社会 关注台湾存亡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专家也认为说 日本三番五次地在台湾问题上发生 一方面是在替美国向台独喊话 另外一方面也在向大陆要假 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 日本现在的这种态度说实话比较反常 但是你要结合着地区局势来讲 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 一方面日本确实作为美国的小弟 对美国的这种政策必须言情计从 你如果不听美国的 你的下场会很惨 即便你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 那毕竟你是他的小弟 你就得听他安排 所以美国现在希望宰压在地区 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之势 那么日本作为他在东亚的最坚定的盟友 可以说是之一吧 另外一个韩国也跟美国关系非常密切 但日本它的举动会更加积极一点 所以这次做美国的马前卒 它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注意这段时间 你看在南海地区 不管是英国的军舰 还是德国的军舰 还是要来的没来的 包括日本的这样的一些军事上的举动等等 都是美国整体对华遏制的一部分 所以日本在这个问题上 对大陆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势 这其实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那么另外一点 日本一点也不傻 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国家 它很多的政客 其实也在算计 日本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 这么来挑衅 它认为统一之后 那么它占有的 比如说这个钓鱼岛问题 在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问题上 中国会不会有所相应的动作 所以它的其实这种担忧还是有的 那么如果能让台湾形成一个 对抗大陆的 这样一种长期对峙的 又斗而不破的局面 始终保持一个危险状态 对日本是有利的 因为你两岸是中国人 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 这样的一种对峙 对日本当然是有利的 我们看到 日本现在的初云号军舰 其实就是准航母 正在向航母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按照张斌先生的分析的观点 那日本是在谋取自身的利益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日本接下来会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动作 如果采取这样的言论 来渲染整个区域的紧张化 那么日本方面在军事上 又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初云号航母从一开始设计 它就在走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 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 他们是非战宪法 他们是非战的一个原则 所以它的武器装备 是只能够作为防御性的 不能够作为攻击性的 可是当初它在设计 这个初云号航母的时候 它本身就说是两栖运输舰 或是两栖登陆舰 那不是航母 可是呢 它把它的这个舰桥 它放在这个悬边 放在悬边 也就是中间就预留了 这个战斗机 也就是舰载机的停放 起飞的一个空间 那它的前头跟后头 很明显的你就可以看到 它只要再把它焊接上去的话 它本身就构成了航母的一个 飞行的甲板 飞行的跑道 这个在当初设计的时候 就是预留了这个空间 而且也预留了 它未来焊接的这样的一个蓝图 当时初云号航母下水的时候 大家一看 它的重量 它的比例都知道 它未来就是一个航母 其实到今天为止 日本的法律也规定 他们不能够生产制造 攻击性的武器 但是很清楚的 你就可以知道 日本擅长是玩两面手法 也就是摆明了一套 后面又一套 它对于法律 常常就走这个灰色地带 然后呢 常常做违法的事 这个就是日本 他们的一个特色 但是即使如此 初云号航母 即使它焊接了 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航母 它也是一个中型的航母 那我们就问 那它对第一岛链 能不能起重大的战略作用 没有办法 因为中国大陆早就突破了第一岛链 已经开始在往第二岛链的发展 中国大陆在整个 打这种海上大型船舰的 这个能力方面 在全世界是居于领先的地位 以日本目前 它距离中国大陆这么近的情形下 它不管是造船的能力 造船的基地 还有它的港口 其实都在中国大陆的 有效的打击范围内 因此如果日本要用 这个初云号航母的构成的 这个航母战斗群 要来阻止 或是要来对中国大陆 在第一岛链里面 产生威胁的话 他们基本上来讲 没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这个是大家所知道的 公认的事实 我们知道自从蔡英文上台执政之后 那两岸关系已经变得 非常的脆弱和复杂 那么美国方面在台湾问题上 一直在介入 而且直手画脚 现在日本方面 又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 那势必会让整个台海局势 变得更加的紧张和复杂 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来观察 未来的区域发展 从地区局势来讲 最少在台海问题中 这个台海地区的局势当中 我们看到危机还是 非常的严重的 而且未来的趋势 也是难以预估的 虽然美国和日本 纷纷都表示不支持台独 但是他们的举动 和一些其他的言辞 就是向台湾的岛内的 这种台独势力 释放出了错误的信号 包括对民进党执政当局 所以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 我们看到美国武力介入的可能性 越来越强了 他们的这种口头的表述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口头表述了 已经有很多的实质性的一些举动了 那么另外日本同样也是如此 虽然麻生太郎也好 还是这个岸信夫也好 在相应的表述上呢 还是有所底线的 但是在以往 他的很多的言论 其实已经早就突破了 这个台海问题的 日本的一个官方的看法 而更加极端 更加的这种要炫武力 所以我觉得啊 未来这种台海地区局势呢 应该更加严峻 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 介入之后 你看这两天 美国正在进行着 一系列的演习的空军陆军 都在进行一系列演习 目标很明确 就是希望未来台海有事的时候 他要直接地介入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还是要明确几点 第一 就两个关系的主导权 主动权 这是牢牢掌握在大陆手里的 这一点 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的 第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所承担的任务 和他维护领土主权完整 和发展利益的使命 决定了 在中国的主权和领土问题上 在我们内政问题上 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和退步空间的 务必权签一切来犯之敌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 一个重要任务 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台海地区 其实我们很早就认为 台海问题 特别是台湾问题的解决 一个 我们要对岛内的台都势力 进行有力的打击和震慑 对顽固的台都分子 要进行终身的追责 另外一个 已经早已研判到 外部势力可能的干预了 就是外部势力 如果通过武力方式 来干预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话 我们来怎么来应对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 不是说一套办法 有了很多套的办法 这也是美国日本所顾虑的 所以地区局势虽然紧张 但是从长远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样一个 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 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而且你看美国的一些表态 和日本的表态 美国我们先不说 就是日本那个表态 这个岸信夫也好 麻生太来 虽然口口声声说 台湾问题 关乎到日本的生死存亡 要介入 你看最新的 这个岸信夫的表态 怎么说的 我们相信台湾的 自卫的能力 我们不会跟台湾 有直接的军事上的关系 意思就是说 我们很关注 但是如果一旦有事 对不起 我们可能帮不了忙 爱莫能助 台湾你得靠自己 其实这种信号 传递给台湾岛内之后 民进党执政当局也好 还是台独事件 应该听得很清楚了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绝不可能 以自己极大的牺牲和利益 去帮助台独势力 去维护 他所谓的 这样一种台独的理念 所以对于 这个两个关系的 未来的走向 其实岛内的政治人物 应该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说日本方面 在言论上 帮助台独 释放一些错误的信号 但是在实际行动上 却不会帮助台独 来完成他们的心愿 那也就是说 挑事的意味非常明显 但是在实际层面 其实只是为了 日本自身的利益 那么日本 在整个的亚太地区 它的区域战略是什么 那么是不是也在利用台湾 利用两岸之间 关系的脆弱 来实现它本身的目的 好 非常感谢 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各位朋友 再见 谢谢李红 谢谢赖教授 观众朋友 大家再会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